我們WebDuno它在多裝置互動上 事實上是相對簡單 那你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現在各位都已經把 智慧插座的那個拿下來了 現在是只剩我們的溫濕度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拿掉 剛剛我加的這個拿掉 這裡拿掉 我們先看一下 您要有兩塊開發板 你就來開發板這邊 再多加一塊出來就好 再多一個出來 那原則上呢 你要多個開發板共用的話 我們只要在開發板這邊 確定好它提供的硬體是什麼 就可以 比如說老師您的提供這個 溫濕度計 我的後面這一台我提供LED燈 我後面這一台提供LED燈 在這裡 我後面這台 提供LED燈 好 那現在呢 您跟我一樣 來這邊 我的是LGOA LGOA 所以你等一下要打進去 欸對的齁 因為我剛剛發現我們現在 好像速度比較慢一點 您可以把這個取樣比率啊 可以稍微調慢一點 因為這個還是毫秒喔 對不對 0.4秒就做一次嘛 所以剛剛是50毫秒是比較快 所以感覺起來我們現在速度不是很快 網路的速度 所以我把這個調慢一點 就不會有太多的那個風包 好 現在呢 我這個提供溫濕度 這一個 我是馬克一號喔 我提供LED燈 但是我接在10的角位 好 那這兩個呢 剛剛我們有程式判斷對不對 這個您就丟到外面 因為呢 這兩個好了之後 我們就把它串連起來 這樣就好 那這個跟我們電子串連一樣 只要其中一個沒有起來 那就是會失敗 會失敗 好 那你看開發板裡面 第三個有沒有發現 當他們串連完成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要做的程式積木 就是把它丟在這邊 丟在這裡 今天 你提供溫濕度 我提供LED 兩個串連好的之後 我要做下面這個溫濕度的判斷 包括把你顯示出來 然後 要不要亮燈 有沒有 好 那你看 我要亮燈 我就把LED燈 把它設為ON 不要 我就把它設為OFF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先執行一次 給您看一下 執行 好 這樣子 後面的燈不會亮對不對 對 沒有關係 老師不用靠近 我可以放大一點 這樣就看得到 哈哈哈哈 然後呢 如果溫度比較高 它就會亮嘛 對 但是 我這邊 我可以換一個裝備嗎 我可以換電風扇嗎 嘿嘿嘿 這樣 其實都意思都一樣嘛 對不對 就是插座而已啊 就把這個換掉啦 這樣 然後 確認一下 我的是開的 好 OK 所以 如果我的溫度 真的比較高的時候 然後 欸 沒有人嗎 還是我 啊 我尖倒了 對不對 我看一下 這樣 有啦 我切過電子 哈哈 這樣可以吧 反正 它就是開跟關啊 所以 溫度太高 風就把它吹下去了 哈哈哈 就可以降溫嘛 就可以像這樣玩 好 所以其實 智慧插座其實 像 除了用 像我用在直載啊 然後太陽能 你用在這個地方 其實也很好玩 也很好玩 所以 其實就可以像這樣去用啦 反正 它就只是一個 電的開關而已 這樣 OK嗎 那就 換老師 玩我的囉 哈哈哈 問一下那個 連線自 就是 每一個開發板 它連線後 這個嗎 那個ID ID的名稱啊 對 因為這是串連嘛 對 我們只要在右上角 那邊那個閃電 一組就好了 因為它 只有一組 就可以了 沒有沒有 這邊只是很單純 幫助我們去判斷 裝置有沒有在線上 真正 這邊 並不會影響到 下面的程式 真正的控制 是在這裡 這邊一定要 對 就算你右上角不輸入 也沒有關係 對 它只是看著裝置很好 對 幫助我們比較視覺化 去知道說裝置還在不在這樣子而已 嘿嘿嘿 好 那就給老師玩看看囉 你可以用我這一組喔 好不好 哈哈